大家都知道我們麵包師傅吳寶春 曾發了一個聲明說 他這是結合共識 還說他是中國臺灣人 那麼現在臺灣人甚至一片罵聲 不過你在兩年前 12 月初的時候 也有記憶他 也有記憶他 他們怎麼看這個狀況 是不是我們覺得跟對岸妥協 才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很嚴重 倒也不是苛責吳寶春本人的意思 倒是說他反映出來的 我們現在所面臨的一個現象 也就是中國以政治來扭曲經濟跟貿易的活動 那麼確實是在每一天我們的生活裡面是存在的 那麼其實在全世界也都存在 那麼這也是全世界現在很多國家共同關注的一個議題 那我們臺灣是站在第一線 也應該要特別的警覺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又一次又一次的看到 有人在脅迫下說出幾乎是標準化的說辭 那這也讓臺灣人其實都看得懂 那麼這一些都是政治的壓迫 那麼這樣的做法 我相信臺灣人是不會接受的 那麼世界上的人也不會接受的 所以這種無所不在的威脅 確實是一個兩岸關係倒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麼我們希望中國可以把這個政治的前提拿開 讓兩岸的這種交流可以是一個正常的 而且是健康的交流 所以阿平的看法 我相信這也不是很重要的 阿平的我們就要在一起 是那麼重要的 所以來我們都要轉到 我們就可以讓三岸的你來